大家好,我是阿兰 半年前,我把十多条,还是二十条鱼 放在山里面的一个水源处养 今天带来一个草网 计划把它打捞起来 看一下还剩下多少条 到底鱼长大了多少 走吧 现在快到了,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已经到这个水源的地方了 但是这里不是水源处 这里以前是一个储水池 以前山里面喝水的时候 这里是储水在这里 然后过来挑食喝的 但是现在已经荒废没有用了 然后我们的水源处是在上面了 我放鱼是放在上面那个水源处 等一下我们绕路上去 看一下 不知道还有没有鱼在里面 要是有的话也不知道长不长得大 反正山里面的水源还是冬暖下来 比较冰的 在这里放养鱼也比较不怕 因为上面如果下大雨啊 或者是长水的时候 这个水源会冒水 然后冒水的话下面的水就多了 然后如果鱼跳出来的话 会跳到下面来 所以说先看一下下面 是否有鱼像 但是下面现在水非常的小 下面还是没有看到鱼 但是下面这种地方 以前是人多一起见的 这个储水池还是蛮大的 可能有两米这么高吧 宽的话应该有十几瓶吧 好我们现在上水源处看一下 鱼还在不在 现在已经到这个水源的地方了 看一下这个地方就是水源了 看一下这个地方就是水源了 然后好像哦 那边那边看到鱼出来了 哎呦 鱼出来了鱼出来了 鱼出来了 在下面这里 好像是在这个地方 看到水在冻了 今天可能等一下要把水咬干 然后 全部抓 看一下 将近二十条鱼吧 还剩下多少 看到一条 像是在那个地方 现在是看到了鱼出来了 但是放的鱼还有黏鱼啊 放的个头不是很大 我们现在反正不如 不知道能不能徒手抓 先用这个 看一下上面这些虫掉下来 所以说在这里一样 在大山里面放一点鱼在这里一样 哎呦 几条鱼在那里 上面这些虫啊 掉下来的话 鱼就会有的吃了 现在把这些东西抓起来看一下 所以杂草都是上面掉下来的 跑得挺快的这鱼 当时我记得我还放了几根草在下面 但是现在已经没看到 或者在下面这里了 这里是一条鲜鱼啊 还抓不住它 水就开始浑了 浑了就看不到鱼了 捕手抓一下看能不能抓得住一条两条 这是一条鲜鱼 抓不住啊抓不住啊 因为下面还是有一些泥土还有一些树渣之类 抓肯定是抓不完 我们先把水 咬掉 让水小一点 我们再进行一次把它抓完 目前是看到了几条 好 下面那边应该是这个水源冒出来了 我们用这个桶把水咬掉 哇 还生呢 水可能有 五十公分吧 不咬掉的话 于是抓不完 水 所以咬的话要不了多久,它又长上来了 咬掉了,把一条鱼咬出去了 等一下下去把它拿上来 好,现在不咬了,再咬的话等一下把鱼咬出去就完了 这里有个地方,好像这个地方是能放水的 我们试一下,它是这里水会漏到下面去 试一下用个棍子,能不能把它弄掉 把水放出去 这里已经堵死了 我们现在试着徒手抓鱼吧 先打一点水是看到鱼 哇,这里长大了 当时我放的时候是两个手指这样子 两个多手指吧,不到三个手指 但现在已经大了很多了 现在那边,水一直往外面这里溜 这是鲰鱼 这条鱼鱼 这条还是鲰鱼啊 看一下 鲰鱼 这下面又有一条鲰鱼 它在这个下面 这边 2条鲰鱼 4条鱼鱼 2条鲰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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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有一条钓到下面去 等一下我们再下去剪 现在就用草网捞了 估计这20条鱼 不剩多少了 不是长大了一点 这泥土非常的深 顺便把它清一下 没发现货了 难道没有了吗 看一下这里有一条 这是一条鲤鱼 一条鲤鱼 鲤鱼躲在这里 抓了2条鱼 抓了5条鱼 抓了5条鱼 5条鱼 连刚才钓的一条6条鱼 我记得好像19条还是20条 还有呢 没看到有了 没看到有了 哎呦 还有一条在那个地方 哈哈哈哈 这里面出来 鲤鱼 这里比这小一点点 啊 看一下他这里面 应该当时我摇水的时候 他躲在里面 然后现在他出来了 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啊 看一下这鲤鱼 很小啊 真的 6条了 这里面的田螺也非常的大 水是从这边流出来的 看一下现在水流出来的还是蛮大的 等一下 估计一两个小时水就会全部长满这个地方了 20条鱼就捞到了7条鱼 有一条还是长不大的 可能当时放的太小了 这些食物都是被这些 大一点的这个鱼吃掉了 他躲在里面 如果在外面的话 可能被这大鱼吃掉了 但是放的时候个头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有的偷吃一点 就会长大一点 现在我们就 下去把那条鱼捡 顺便啊 拿这个网下去洗一洗 然后 这个地方呢 刚才我们抓到一条小的 我们就继续放在这里面 因为这里面 没有人发泄 这条小的我们就继续放在这里面羊了 估计到明年他也会长大 这是大的就带回去了 等一下水涨上来 他就会水水干净了 然后水满这里 他就有大把的地方躲了 抓了两个四个五条 下面还有一条鲤鱼 还是蛮大的 所以就下去把那条抓起来 这些就不放了 可能这些地方水有一些小 或者是别的原因 吃的比较 少 我基本上我不会来喂的 这只山里面很少进来 所以说呢 长的不是很大 半年之间 还就这么一点点 现在把那条点起来 等一下我们放在擦网里面 同行洗一下 换一下水 这边也是一条鲤鱼 这条也不是很大 好现在把鱼倒出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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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把鱼倒出来 看一下 好现在把鱼倒出来 两条四条六条鱼 二十条鱼就抓了几条鱼 可能有的存活率还是比较少一点 然后就会死掉了 或者是被这些年鱼吃掉也不一定 还可以吧 这是还算是一种养殖的体验吧 要是拿一点东西来喂的话估计大鲤鱼要大的快 鲤鱼更加大的快 算不错了 现在就出沙了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